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大冰柜 一边冷冻一边保鲜的 440立升 不是品牌的 这个牌子叫英普达 不过这个是纯通管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品牌的冰柜 大部分都是铝管或者是镀心铁管的 所以我买了个铜管的 性价比比较高 比海尔的那便宜1000块钱左右 它制冷剂是134A的 现在我就拆开看看压缩机 是用的什么压缩机 因为我们盖维修的嘛 我也经常修品牌机 三四年内漏的特别多 质量也不行 现在就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压缩机 L65CZ 这个压缩机是东背的 压缩机 东背的 制冷剂是150克 压缩机 看一下做工 这个是强制散热的啊 风扇强制散热 散热效果好一些 就是略微费一点电呢 比自然散热的 看管子啊 灰气管 这个铜的 纯铜的 这个冷凝器是铁管的 冷凝器无所谓 一般也不会漏啊 主要是蒸发器 蒸发器如果内漏了 修起来比较麻烦 它这个冷凝器是箱体和风机 双重散热的 这个高压管可以看见 进到箱体了 进到箱体了 有可能是盖上 就是除漏用的 这过滤器焊完了以后 又拍了一层黑漆 整体做工 整体做工很凑合吧 起码压缩机是用了四个螺丝固定的 不像某些品牌机啊 用了三螺丝固定压缩机 外边缺一个螺丝 我都遇到很多了 大家干维修的可能也遇到过 全新的 然后缺一个螺丝固定 就用了三螺丝 这种冰柜结构简单 只要是不内漏啊 只要是不内漏 就用多少年 然后坏了以后 维修都比较方便 压缩机也没多少钱 如果不内漏的话 压缩机一般也不会坏 大部分压缩机坏 都是因为 呃 内漏以后啊 吸进水分了 导致压缩机水坏的 正常的话 如果不内漏 压缩机一般不会坏 特别是134A的 134A的工作压力啊 不是太高 相比600A的压缩机要耐用一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击观众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